金金银 三世诸我意识如此十项华 而得阿罗多罗三亚三菩提亚 这一章把它一样融入十项合一 这个是十项 由意识能量所构成的十项 同样空有相容的量子纠缠问题 物质怎么能和能量合一呢 金字塔和人们说成是物体 物质嘛 根据爱因斯坦 一等于恩西的平方 的理论 催念出来的大自然的定力 没有固定的实体 也没有固定的液体 例如冰块可以融化成水 水再去灌溉去浇发 无穷的变化 能量也可以转化成实体 意识能量转化成实体实相 亦能成无止境的变化 实相同时既有实体与能量 金字塔是物体 经由意识转化其形象 而成能量 能量使之实相实体化 把金字塔放在墙壁里面 融入在斗粒里面 能量物质复返 职能复返 物质和能量可以复返 能量可以转变成物质 物质与能量融合 空有相容 只有在空性中的实相存在 爱因斯坦及必胜之力 研究大统一场理论 在实相里面不是以显示出 大统一场的吗 物体可以经过能量 和无穷的变化 比如金字塔 青森氏 长层等物体 变化转换在超雷压里面 变化在墙壁里面 变化大 变化小 变化无穷的变化转换 物质能量 复返或能量等于物质 是爱因斯坦 1等于恩虚平方理论 提炼出来的 C是光束 光式的平方辨 以上物质才能产生能量 从实相照片中显示 空性见实相 见性周辨 空性所展露的 实相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瞬间就到 你现在直接可以照见埃及 埃及在那一边 你照见过去埃及 大金字塔 实况的啊 会识变啊 大金字塔 沙漠 还有肉头在走 有一种直接照见 有一种从实相空间 表达出来 沙漠 金字塔 那一只狗 人面受身 天地万物 这可依如来葬姓 瞬间照明 瞬间照见 瞬间跳脱 时间与空间 瞬间在这里 与那里 同时存在的 量子纠缠 冲击了 爱因斯坦的光束理论 光是每秒 三十万公里 是宇宙基本数例 怎么瞬间 一念而至 真的气昏了 地球的大科学家 难怪爱因斯坦嘲笑 瞬间 或同时出现 是幽灵的显现 怎么可能瞬间 时间 空间 物体 是三位一体的 瞬间消失时间 拟凭空间 转换物质 怎么可能呢 只能说 法性如是 正如本心 放光照见 埃及金字塔 人面授身 回光缓照 瞬间转移 进入墙壁里面 柏拉图哲学 称为 复制 模仿 搬立宇宙万物 落在眼前的空间 物质经过能量转化 而落在照片里面 职能复患 职能复患 无所不在 信不信有你 好来继续 神灵女神 也是心念口眼的 十项瓦完成 神灵女神出现 神灵女神随着 放光出现 照见 必先放光 神灵女神偶像 从墙壁显现出来 透过放光 万物质可以 随光照见 放光是意识 与本心合一的现象 心经所云 照见五印最空 五印经由 观志在 放光都可以 照见成十项 观志在行 PROVAMITO时 到彼岸的时候 彼岸就是 本心的所在 刚才说过了 人的意识 与本心合一之计 立即信的 回观缓照 幻象毕明 照见五印 生十项 例如金字塔 人面受身 长城天堂 放光照见 万物无法遁形 而且瞬间出现在眼前 此照见 类似量子力 写的瞬间移动 移动力 比光是还快 宇宙间任何速度 就不能超过光速 此放光照见 不通过其中空间 因为它没有空间 从金字塔等万物 均有照见之际 并没有时间流逝 因为它没有时间 照见超越时间和空间 其超越现象 以光是无关 本身存在临次元 无时间 无空间 所以超越 超越空间成无限 超越时间成永恒 永恒与无限 成立了无所不在的理由 因此 金字塔与长城 仍在墙壁内显现 不受时空障碍 空障碍 我们下期 ③ 顺 并 孙 并 并